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 上节课我教大家怎么谈心 这节课我要教大家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是什么?一会儿揭晓 我大学找工作那会儿呢,有个同学是面霸 他手里握了一大堆的offer 几乎只要是他想要的工作就没有拿不到的 几年过去之后呢,他现在取得的成就比我大部分同学都要高 他的薪水拿的比大部分同学都要多,特别令人羡慕 那我这个同学厉害在哪里呢? 他每次面试的时候都会比别人准备的更多一点 多这一点是什么?就是事前做好的针对这个公司的行业报告 并且在面试的时候做成脑图打印了带过去 那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就围绕公司的产品服务的优劣势 市场定位,营销策略,改进空间来展示自己对公司的理解 所以每次他做完这件事之后啊 面试官都是一副巴不得他马上来上班的样子 他的薪水也比其他的面试者要高 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表示出他的能力 不管是思维上的还是执行上的都比别人要好 他对公司的了解比别人要多 他对这份工作重视的程度比别人要强 这就是他的大招 那么我们这节课 作为我们整个求职营的最后一节 我要抽一点时间教你 怎么样做出一份能够打动面试官的行业报告 做这个报告的过程 累积出来的商业思维也有利于你以后的求职生涯发展 而且我再特别告诉大家一点 你发现没有 非你莫属那个舞台上啊 就是你交一个报告 你交一个你的研究结果 只要这个结果是稍微靠谱的 然后逻辑还不错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能够拿到工作的 拿不到工作的是那些压根什么都没准备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学会 就是怎么做这个行业报告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产品的部分 对任何一个企业而言 在这个商业社会当中能够长久的存在 在于他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 不管这个价值的体现是一种产品还是服务 所以在分析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他提供了什么产品 解决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滴滴打车 在他出来之前呢 我们打车只能亲自跑到大马路上去拦车 虽然那个时候可以用手机来拨打114在线叫 但是特别麻烦 很少有人真正的通过手机去打车 但是滴滴出来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让打车这件事情变得轻松高效 司机也能够快速的接到单子 所以滴滴解决的是乘客跟司机之间的匹配问题 再比如说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出来之前呢 步行一到两公里的距离是比较尴尬的 你打车也不行 你走路呢 又很远 所以共享单车出来之后 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跟大家举了两个例子 你要找到你所求职的那个公司 他的产品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这是产品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在看一个公司产品的时候 除了关心公司的主要产品之外 还要关心就是公司最近新增或者减少的业务 新增的业务很有可能是公司未来的主要方向 是你要重点关注的 最近很多书店都倒闭了 是吗 能够撑下来的书店也慢慢的转型了 大家可能会发现 现在很多书店都新增了休息区 在那你可以喝咖啡 可以看书 你还可以听音乐跟朋友聊天 所以现在的书店 向读者提供的已经不只是书了 而是在销售一个读书空间 或者说在销售一种读书的氛围 其中做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成品 成品书店 它销售的更多的是一种氛围跟生活方式 大家现在把它当成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 甚至是一个景点 有的公司旗下有多个产品 可以考虑用波士顿矩阵来给这些产品归类 看看哪些是公司的重要产品 哪些以后会被抛弃 波士顿矩阵又称为市场增长率 相对市场份额矩阵 把一个公司的旗下的产品 按照市场的增长率 跟相对的市场份额来划分 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就是明星类 第二种是瘦狗类 第三种是问题类 第四种是金牛类 其中金牛类产品是公司的主要产品 明星产品呢 是公司的主打方向 瘦狗会被抛弃 问题可能会保留一段时间做观察 波士顿矩阵的应用 衍生出来两个问题 就是公司的产品 对应了多大的市场空间和市场增速 以及除了它之外 还有谁看中了这个市场 市场空间的测算 可以通过各种研究报告去查看 这个就是最快的方式 除了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 对应的市场 还要考虑公司新增的产品 跟未来转型方向 对应的市场空间有多大 如果新产品明显大于现有产品 那么这个部分 非常有可能成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 你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做研究 那在面试的时候呢 跟面试官多聊一下新的方向 虽然市场空间的数据 可以依赖研究报告 但是还是要弄清楚 这个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驱动因素大概可以分为 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 给大家举个例子 前两年知识付费刚起来的时候 几乎是出什么课都有人买 那个时候很明显就是供应驱动市场 就是供应方供应什么 那么消费者就会消费什么 但是近一两年 市场上知识付费的课程越来越低了 那现在的市场能有多大 归根到底在于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个东西付费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需求驱动市场 当一个公司处于前期的供给驱动市场的时候 生意是很好做的 只要有产品出来就有人买 不愁卖不出去 到了需求驱动的时候呢 就得想办法 让自己的产品变得有吸引力 跟竞争对手分开 还得在营销方面去想一些 提高客户购买欲的方法等等 到了这个时候 才是展现一个公司硬实力的时候 就像巴菲特所说的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巴菲特这句话当中有两个要点 对有谁在游泳 还有你心仪的那家公司 有没有在裸泳 前者指的是竞争问题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还有谁看中了这个市场 已经在这个市场里面竞争了 还是说越远越试 准备下场 这是现有竞争对手 跟潜在竞争对手的分析 后者呢 也就是说 你心仪的公司 有没有在裸泳 是想让你说你心仪的公司 具不具备竞争的优势 比如说滴滴的竞争对手 除了还明确的有神州专车 首期约车之外 还有最近刚下场的美团打车 对吧 本来滴滴在这个市场当中 已经处于是行业老大了 但是美团有他自己的优势 加上滴滴前一阵子总是出事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家会变成怎么样 需要经过各方的分析 包括这两家的产品优劣势 商业模式跟客户定位等等 在分析这些的时候呢 除了看行业报告 从客户的角度 从用户的角度 能够有直观的感受 比如说轿车的响应速度 价钱比较 质量的档次 干净程度 APP的人性化程度等等 这些都是你在亲自体验的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的结论 总体上 分析一般可以从下面这几个维度展开 产品定位 目标人群 用户画像 然后产品质量 用户满意度 公司优劣势等等 具体的维度 每个行业都不一样 你应该从这个行业的特点 去抓取重要的指标 每个公司都很关心竞争对手 跟自家的竞争力分析的 这一点呢 在面试的时候 会成为你很大的谈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判断一家公司 是不是在裸泳 或者说怎么结束这种裸泳 对于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套用 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来分析 当你在分析 新一公司的时候呢 一定要想明白 他的护城河在哪 他可以在哪去挖掘 自己的护城河 这是一家公司 在市场上的立足点 只有深刻了解了这一点 才能算是了解了这家公司 一般情况下的护城河 包括五种类型 分别是无形资产 有效规模 商业模式的网络效应 用户转换成本 跟利润率 我们来一个一个说啊 你也可以去对一下 目标企业有没有这样的特质 第一个是无形资产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品牌 LV的包包最贵的是 它的包本身吗 不是 是它上面的那个LV 这两个字是牌子 一旦摘到这个牌子呢 它就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包 很难卖到上万块 这种品牌的积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一般新进入的竞争对手 很难在这方面去做抗衡 一般有品牌的公司的产品 会有更高的定价 和更低的销售费用 你可以用这两点去判断 第二个呢 就是有效规模 这个一般在制造领域比较多 比如说一个公司买了一个机器 用来生产手机壳 每个月能够接到很多的订单 一直都是满产的状态 那机器不分白天黑夜一直跑 另一个公司跟它一样 但每个月只有前者一半的订单 机器白天跑 晚上休息 那么它生产出来的东西 成本肯定比较高 因为它的机器成本 分摊到每个手机壳上 是比前者要高的 所以具备有效规模 这个护城河的公司 一般收入的增速 会高于成本的增速 那第三个呢 就是商业模式的网络效应 比如说摩拜单车 车子越多 用户越多 用户多进一步 又刺激更多的车子投放 最终摩拜在这个市场上 就会占有更多的份额 还有比如大家找工作 用的裂聘网 一旦更多的HR在上面招人 就会有更多的求职者 在上面投简历 那更多的简历 又能够吸引更多的HR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网络效应 所以这种公司呢 一般它的这个客户增长数 会比行业内要快一点 而且它的边际成本 递减的速度也会更快 第四个呢 就是用户转换成本 用户转换成本高的产品 比如说微信 我们很多的沟通 还有朋友圈的记录 都会沉淀在这个APP上 时间越长 用户就越不愿意 换到另外一个APP上 用户的转换成本高 也可以理解为用户粘性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用户粘性高的产品 一般会有比较高的重复购买率 和比较低的营销费用 最后一个是成本优势 小米向来有价格杀手的说法 一般情况下 小米的产品一出现 就会把整个行业的平均价位拉低 小米的特点就是这样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给消费者去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雷军甚至在发布会上 跟用户去承诺 说小米硬件的综合 利润率永远都不超过5% 这背后呢 是因为小米有很好的成本管控能力 这种企业一般有更高的毛利率 但是小米属于特殊情况 因为他把利润让给客户了 所以看看你的目标企业 具有哪一方面的优势 如果没有护成盒的话 那么你要找一下 公司是不是能够在 咱们刚刚列的这些方面里面 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护成盒 这一点呢 可以成为公司未来的主要发力点 这份报告最后会长什么样子呢 当你做完这些之后 你对这个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优势 有了全面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去出一份报告 第一产品 包括这些 第二市场 包括这些 第三行业 包括这些 第四公司 包括这些 这四点可以把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分析总结起来 全面的去看待公司目前的情况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叫建议 建议呢 就是基于前面的分析 大方向就是发挥强项 弥补弱项 抓住机会 规避 威胁和风险 一个简单的研究报告是这样的 更复杂的呢 咱们也不用做 因为大家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时间是比较紧张的 有咱们这么一份简单的研究报告 就已经能够让公司对你刮目相看了 因为可能连他都没有完全的分析过 自己所在的公司的产品跟市场到底怎么样 在这节课的最后呢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信息收集的方法 在写这份报告的过程当中 你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数据 而且有的公司因为没有上市 很多数据就可能查不到 然后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比较常见的收集方式 包括这些 我就不一一念了 到时候会发给大家 还有几个看行业数据的网站 包括这些 最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多去留意周围的商业行为 不要总是当一个消费者 消费者就是人家家出了一个新产品 你想的是我想买 那生产者想的是什么 就人家家出了一个产品 你要去想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 在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以生产者的身份去思考问题的话 就会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商业思维 商业思维越强的人 不止在找工作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筹码 在工作过程当中 甚至之后如果有创业打算 也是很有帮助的 除了多去思考一些生活当中的案例 跟商业行为之外 就是去多关注一些商业信息 这个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了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做一份细微的工作 但这个工作很有可能被总体的经济形势影响 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要根据外部的情况 去做不断的调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来总结一下 做一个行业报告需要从哪些重点出发 第一公司的产品是什么 解决了什么问题 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有什么优劣势 第二公司产品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市场空间多大 市场的增长率如何 第三公司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跟他们去对比的话 公司的优劣势如何 第四公司的互乘和是什么 第五通过观察周围的商业活动 和多看商业信息 来培养自己的商业敏感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